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 没有发现赵光熙 没有 报告 没有发现赵光熙 没有发现赵光熙 人哪 刚才真的就在屋里 一个劲的要吃要喝的 行了 以后再下报啊 我连你一块说 你听我说 掌光 你听我说 他刚刚真的就在这儿啊 有点显示 哈哈 你听我听你听我听你听你听到双方仙眼 我说声 我听你听到双方仙眼 在吵您呢 少爷 小宝 这么多年了 你跟着我吃香喝辣的 我管你吃管你住 待你不饱吧 包括这宅子 还有宅子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给你的 可是为什么我刚一走被子 你就开始出卖我 为什么 少爷 你 你 为什么 你听我说啊 您都已经这样了 我 我也得谋个出路不是吗 对不对 少爷 你 我 尽量 甚至少 有 没有 你 我 你 怎么 你 我 我在北平等着各位胜利归来 一路多好 谢谢 走吧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从送额马院长他们回来 你一句话都没说 是不是在想本田的事啊 除了本田 还有内奸的事情 一个本田 一个内奸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 我也不是吃醋的 红叶 你说 这次任务完成之后 我该去哪儿啊 当掌门 当故宫的研究员 好像都不错 我不是说这个 那说什么 我不想跟你再分开了 那就跟我去广州 我去广州能做什么呀 你那么聪明 而且我过目不忘的本领 就当我的机要室主任怎么样 你又胡说 没胡说真的 你穿军装啊 肯定很漂亮 那任务完成之后 我们就结婚吧 好 结婚 你的灵魂 你的一切 都已经被我们 大日本帝国给收买了 露斯 杨阳 我没打扰你们吧 有什么事儿啊 吴老师去码头接船了 临走的时候叮嘱咱们 把文物再清点一遍 行 那我跟你们去看一下 我去了 走 咱们俩一会儿 一起去看看去 队长 看见夜光了吗 看见是看见了 早上出去说是 去买东西了 买东西买这么久啊 哎 回来吧 没事儿 没喝 没事儿 没事儿 别扶我 没事儿 你等着啊 我给你打点热水去 王爷 坐下 跟我聊聊 陪我聊聊 夜光 我说你啊 咱们文物难迁过程当中 是不允许喝酒的 你是副队长 喝成这样子 像什么话 我心里烦呢 你不明白 伯母是不是有事儿啊 这些天 我一直在想 咱们俩的任务 哪天完成 何时回到北平 我真不知道 我还有没有可能 能不能活着回去 决心我的命令 是 夜光 我觉得你是喝多了 这次任务完成以后 我跟少帅说一下 给你些时间 回去好好放松放松 这几天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心里乱得很 这一路之上 发生了太多的事 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你可不许瞒我啊 不然我饶不了你 我没有 我真的没什么事 你说得对 我是喝多了 你别多想 跟你随便说说 我一个人邂逅 你去忙个 夜光 你可从来不这样了 我跟你讲啊 咱们这帮兄弟 武艺 遥刚死了 冒昆死了 我们在南侵途中 死了那么多人 任务还没完成 接下来会不会 会不会还要死很多人 现在不是想这些事儿的时候 本田还没除掉 身边的内奸还没找出来 咱们现在要做的 是把文物南迁工作做好 这个时候只有兄弟齐心 才能共渡这个难关 所以你就别再啰嗦了 你现在要做的是 把酒好好醒一醒 之后咱们该做什么做事 知道吗 我说了啊 下不为例 您好好歇着 我倒水去 但是计划若因你失败 你也只能使 死路一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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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冠 叶冠 我觉得你是喝多了 这次任务完成以后 我跟少帅说一下 给你些时间 回去好好放松放松 你是不是有事啊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你可不许瞒我 不然我饶不了你 白狼 行动吧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古连长 叶副队长 有什么事吗 西埔车 可否借用一下 没问题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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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叶副队长 叶副队长 现在有列车大战吗 没有 附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呀 没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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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 好 弘奕 你脸色可不好啊 怎么了 姐 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但是我不清楚 会发生什么事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内奸的事 本天不出手 内奸也没动静 这种平静让我感觉 很不好 这内奸 到现在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吗 1544 1558 D字2005 1557 3112 赵小姐 是 D字30 叶光 找我有事吗 吴先生从码头打电话来 说是招商局的船到了 让你过去看一下 这个 我去做什么呀 说是 帮忙看一下文物的马放 若思 咱们文物的箱子 尺寸 样式 只有你记得最清楚 这活还真得你去 可是我这儿清点工作 还没做完呢 你去吧 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们 别当我装船 那行 那我去吧 好 若思 一个人去码头 要小心点 没事 码头那么近 不会有事的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怎么不放心啊 那我叫红衣陪你 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是红衣最好的兄弟 那 我们一起去吧 好啊 那我们去了 注意安全 辛苦了 去吧若思 走 我们继续吧 这个是 D字3001 红衣 会不会是你们思路出了问题啊 按说 这列车上的人也不是很多 哪怕不能确定 谁是内奸 至少能确定一个怀疑范围啊 解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没谁可怀疑 所有人都可以相互作证 我跟叶光 把每个人都彻彻底底查了一遍 没发现任何问题 你跟叶光 叶光你查了吗 这些天 我一直在想 咱的任务哪天完成 何时回到北平 我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可能 能不能活着回去 能不能活着回去 难道是叶光 叶光 叶光 你负责 也是 在症化 来 你负责 来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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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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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 人我帶來了。 文田, 你非要這麼做夢? 炸掉文物專裂時 我必须完成的任务 只需成功 不能失败 只要我把车开离这里 你就可以撤离了 埋浪 我的生与死 我自己把握 直小姐 起来 下车吧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是我送给任洪毅的一份大礼 没有见到他之前 我不想再伤害你 配合一下 好吗 我真的不想再伤害你 我还能拒绝你 把车子在开了 我还能拒绝你 新的课程中 我先把你拒绝你 我先把我拒绝你 我拒绝你 我拒绝你 是你拒绝你 我拒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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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去等让送死 冷静点 燕光 你替日本人卖命 知道吗 你对自己的兄弟 想要去守吗 分什么话 分什么话 任鸿叶 你为什么要去守战 吗 你为什么要去守战 要去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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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去守战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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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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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太好了 太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故事 暂告一个段落 但是 故宫文物的保护之力 则刚刚开始 据不完全统计 从1931年918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 在清华日军的疯狂掠断 肆意焚烧和炮火摧残下 受损 被遇或失踪的中国文物 至少在一千万件以上 而故宫文物中的金品 自1933年2月至5月 历时近四个月 先后五匹南签 共计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项 均为国之重宝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迁移 此后 在十多年的颠沛流离中 迁移文物历经艰险 形成两万多公里 没有一件文物被战火焚毁 损坏 或者丢失 为此 一批知识分子 谱写了一曲文化抗日的战歌 他们是 易裴姬 马和 徐森玉 吴盈 纳智良 吴玉璋等人 历史 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名字 一二三 祈祷 祈祷 人文之旅 有种 华